大家好,我是得嘞 在庙街开了一间福音所 很快的庙街里的人去他的福音所闹市 幸亏有华仔英雄救美 华仔跟他摆平了一切的事 以后福音所绝对不会有人在闹市 他很积极的在庙街继续做他的宣扬工作 不久华仔从干爹手中得到礼物 哇,原来是一只使忌 华仔很快的就知道这是曹州邦送来的大礼了 他来到曹州邦的地盘 原来他们抓了王祖先 华仔叫曹州邦上标的老大放了他 可惜他不肯 华仔知道拿了王祖先的手来砍他的脚一刀 希望上标能够一笔勾销 华仔劝他别再宣扬了 这次踩到别人的地盘出事 下一次又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 王祖先跟华仔说 自己的梦想就是宣扬工作 希望华仔能够体谅 华仔要王祖先更加的了解庙街的实际情况 所以就带他来到一家地下毒品店参观 看了一下他便晕倒了 华仔送他回自己的家过了一夜 他醒来后立刻下楼找华仔 华仔在楼梯口等着他 然后华仔强吻王祖先 王祖先害羞跑了上楼 隔了几天 上标带人来到庙街 捣乱还把整条街给炸了 同时间王祖先跟达属和迪尼姐说 待会他即将要坐船离开去南亚岛 华仔得知消息后 他不管了 他单人匹马去找了上标算账 他把上标打倒替庙街的兄弟报仇 然后他立刻赶到码头 希望还能够阻止王祖先离开 哎呀王祖先已经在船上了 不用紧 王祖先居然跳船 安然无恙的叠在码头那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跳远运动真的很重要 不然的话你跳船时会叠进海里啊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